23條裏面本身有外國聯繫那項罪 加上是間諜的說法 也有國家機密 針對國家機密 對媒體 外國外地媒體 都會造成一些新的憂慮 往後會怎樣做 具體怎樣影響到 要看田文怎樣寫 是否有很清楚的界定 例如什麼叫國家機密 什麼叫做跟外國組織的聯繫 外國組織或者政治組織怎樣的界定 這些要寫得很清楚 很清楚之下 條紅線寫得清楚的話 而在警告系統或者程序等等 也都可以清楚的話 至少媒體可以知道怎樣去繼續一些新聞工作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選擇就是不算了 那些事情就不做了 那些事情就不做的話 你還做新聞做什麼呢 那可能是不是索性就是不在這裏做呢 那不在這裏做的話 它可能從媒體來說 未必是什麼損失 未必是很大的損失 在香港來說是很大的損失 其實香港賣的就是一個國際化 國際媒體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將所謂香港發生的事情 香港故事 向更大的國際社群說回 你不可以說他們經常抹黑一刻 他們走了就算了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膚淺的想法 其實是弊大於你